我今天又过来挖冬顺 今天我们来说说竹子竹边的生犬 竹子竹边的生犬 我们一般是看它竹子 就可以看出来 看我身边的这两颗竹子 如果竹子它的竹节 特别短 那它的竹边就特别的犬 就在这个竹子根部的周围 就可以找到它的竹边 有的竹边它就会长在土面上 找到了竹边 我们顺着它的竹边 就可以找到东西 看这两根竹子 这两根竹子它的竹节之间 特别的短 你看这一根也是一样的 像这种竹子 它的竹边就特别的犬 你看 我们就在这个竹子根部的周围 就可以发现它的竹边 你看这个竹边就是这个竹子的 它就在土面上 我们顺着这个竹边找 这些竹子的竹子 这个竹子挖到竹窝了 四根 这里是一条竹边 这里面肯定百分之百 是冬水 这种水的构头肯定不会大 你看就出来了 特别好挖这种水 还可以 这种笋特别烙多 它没有那种笋兜 你看这个列纹 把这个石头都顶起来了 我们来看看里面是什么 看看是冬笋 还是竹边笋 它的力气非常大 你看冬笋 这里面有杂草 特别好挖 你看一下子挖了这么多 看我身边的这几根竹子 这几根竹子 它的竹节之间 就不是很短 像这种竹子 它的竹边就会很深 它的冬笋 一般都是很深的地方 像这种笋 就很难找到它的利缝和土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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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好挖 它的竹边特别犬 它的竹边特别犬 猎缝和土包都特别明显 看 它都满空了 我不是什么 我不是什么